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5月23号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主要是讨论 就是中共在香港强行推行它的这个所谓国安法 那么一旦这个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以后 对香港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港人他今后他自己的这些自由民主被拿掉以后 香港会沦落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中共决心要摧毁香港 它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这是我们今天话题讨论的主要内容 那么中共他这次毁灭香港 他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要吓唬人家台湾 恐吓人家台湾 中共他为什么要毁灭香港 要恐吓人家台湾呢 因为实际上习近平很清楚 香港也好 台湾也好 实际上他中共毁灭香港 他恐吓人家台湾 他真正的目的是对抗美国 他绝不简简单单让大家看到 他是对香港民众的打击 对香港自由的剥夺 对台湾的恐吓 其实中共他在制定任何对香港 对台湾政策的时候 他的背后最主要的这个动因 都是针对着美国 大家都很清楚 川普总统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就一直认为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 那么川普就跟中共打起了贸易战 在两年前也就是2018年 那么经过两年的中美贸易战 中美之间呢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嘛 首先是贸易额造成的下降 然后美国对中国不断的加税 导致中国的这个经济成本 它不断的上升 中共呢获取利润 获取外汇收入的这一块呢 已经急剧下降 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严重的滑坡 这是中美贸易战给中国带来的第一个 是经贸方面的这个损失和打击 第二个 美国在谈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上 绝不简简单单是跟中美之间一个贸易额的问题 同时强调了非常多的 关于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啊 强制美国技术转让啊 以及政府对企业的保护啊 也就是相当的一系列 中共长期侵入美国 对美国造成各种伤害的 美国现在都在跟中国谈 而且到了今年 也就是2020年1月15号 中共已经迫不得已跟美国签订了第一贸易阶段协议 也就是中国跟美国这两年贸易战打下来 中国可以讲叫伤痕累累 对中共的打击是很大的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也就是香港从去年六月份开始的反送中运动以来 那么香港不断的对中央政府抗议 抗议什么 抗议中共没有执行好中英联合声明嘛 没有给香港人真正做到一国两制嘛 所以在香港人民不断的反对中央政府的这个抗议声浪中 美国又通过了香港民主人权法案 那么这些事情都对中共可以讲是极大极大的压力 在这个双重压力没有解脱的情况下 中国迎来了这个武汉瘟疫 那么武汉瘟疫呢 本来给中国呢是认为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也就是那么多的武汉民众死亡 整个湖北省五千万人被封城 全国波及到非常非常多的省市 各个省市都在应对这个新冠疫情 本来是一个灾难 但是中共把这个灾难把它输送到全世界以后 当全世界被中共染上所有的瘟疫 当美国和欧洲国家他们死伤无数的时候 中共反而因祸得福了 它觉得这个灾难来得太好了 你看这个灾难一来中美贸易战也不谈了 香港反送中也不谈了 全世界各个国家忙着自己解决自己国家里面的瘟疫 而中共趁机把那些假冒伪劣产品卖网 全世界趁机挣钱趁机发财 到时变成了一个瘟疫经济 瘟疫GDP 所以中共高兴死了 因此中共呢 它认为呢 它因祸得福了 但是中共很清楚啊 美国人要算账的 欧洲人要算账的 那么多死伤国家的这些西方盟国 最终要跟中共清算的 那么这个随着清算的步伐 它不断的要到来 美国和西方盟国都不断的对中共施压 要对中共进行彻底清算的时候 中共已经感觉到它这个政权岌岌可危 共产大厦马上就要倒 可以讲美国来清算绝不简简单单 是跟你中国拿一点钱 让你中国赔个几万亿美元就算了 中共这个被清算 完全是导致共产大厦轰然倒塌 也就是中国就像前苏联一样马上崩盘 习近平到了已经就是政权积极危机 而且党内的人员也不服其他 所以说国际压力 国内压力 党内压力都导致了习近平 他决心要跟美国对抗 而跟美国对抗去毁灭香港 去恐吓台湾 是中共最好的两张牌 所以说中共它就不惜玉石俱焚 把香港这个玉把它焚了 他也要鱼死网破 到最后习近平想 我大不了是闭关锁国 我死保江山啊 我们曾经闭关锁国那么多年 我们老百姓吃草吃官营土 我们不都活过来吗 所以说习近平现在就已经到了什么 到了玉石俱焚就不惜一切代价 他毁灭香港 他毁灭香港他已经不再考虑香港这个自由贸易港 香港这个国际金融地位 香港有可能这样 会失去美国给香港的这个贸易关税 特别地位的 习近平都有意愿他不在乎 毁掉就毁掉 美国不给就不给 香港这个自由贸易中心拉倒就拉倒 大不了香港就再造一个像深圳市像上海市 香港的GDP 现在已经不如深圳市和上海市了 大不了把你香港把你收回来 变为我们一个直辖市 所以说习近平已经到了 就不顾一切要毁灭香港 所以习近平现在走的是什么 走的是他已经上眉山的路 可以讲习近平这叫故作一致 他已经到了不顾一切 完全把所有的危险因素通通不考虑 就是往死里面干 因为他准备上眉山 可以讲 他已经做好了去眉山的准备 我告诉你讲 彭丽媛连他去眉山的绳子都给他准备好了 让他自己去吊死 彭丽媛不会跟他去的 彭丽媛准备改嫁 所以说习近平他已经准备上眉山 已经拿着彭丽媛给他准备好的上吊绳子 再往眉山的路上走 到了这个时候 他已经不顾一切 加租油门 开租马力 把倒车往死里面开 这就是习近平现在的这个态度 习近平今天做的这个事 大家都很清楚 他是完全毁坏了香港的一国两制 完全毁坏了中英香港生命 完全背离了邓小平 当年对人家英国人的承诺 大家简单的回顾一点历史 就可以知道 当时香港回归的时候 那时候的争论是非常非常多的 港人也是十分担心的 香港上层一些主流人物 一些精英人士 也不断的在盘算到 香港被交还中国大陆以后 他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所谓五十年不变 五十年以后会怎么样 现在不是谈五十年以后 现在在五十年之内就变了 可以讲 当时港英政府有一个高级官员 这个人在中英香港声明 签署和基本法起草阶段 他反复的到伦敦到北京 在三地斡旋 这个人就被香港人当地人 称为叫大婶的中世元 中世元曾经当到邓小平面 向他支撑了香港人 香港高层 香港精英们最大的三个担心 这三个担心 第一就是表面上看上去是港人之港 你们讲以后是港人之港 完全是香港自己来管理自己 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港人 都是你们北京安排的港人 都是你们北京信任的港人 甚至是你们北京 在香港发展的你们的共产党员 也就是这些人来治理香港 他们完全是按照北京的意思来治理香港 根本不是维护我们香港人利益的 这是中世元的第一个担心 中世元的第二个担心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领导人 虽然你邓主任 你本人是对香港充满的信心 你认为给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让香港的官员 他们自己去管理自己 而北京到香港的驻港部队也好 北京派到香港的那些中联办主任也好 他们不过是履行在香港执行国家的外交和国防的职责 但是这些人如果不理解 或者这些人不能领会你邓主任 你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 对他们赋予的职责 他们在香港 他们根本不能接受香港现代的生活方式 香港现代的民主自由 香港人民拥有高度的自由的权利 拥有高度的民主权利 他们不懂他们对香港打击怎么办 这是指治港的官吏 他们不能够接受香港的现状 不能接受香港资本主义运行的方式 不能接受香港他民主自由 每个人有自己畅所欲言 自己可以言论自由的方式 这是钟世元对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担心 第三个担心就是说 你现在和你现在所管理的这些国家领导人 都认可香港未来是五十年不变 香港是可以和平的回到祖国以后 然后香港仍然保持原来的所有香港民众 原来一模一样的生活制度 他们的政治制度 他们的司法制度 他们的议会制度 全不能保留 但是未来的领导人 在你不在以后 中国未来的领导人 他们不这样想怎么办 他们走向文革怎么办 他们是左派领导人怎么办 他们要统一香港人的思维 要把香港人的意识形态改变成 共产党的红色思维怎么办 邓小平当时就钟世元讲的三个问题 都给了他定心丸 告诉他没问题 后来钟世元就把他对邓小平讲的 香港人最大的三个担心 写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面 现在钟世元的三个担心全部实现了 也就是说目前来讲 所有的香港里面的所谓港人之港 也就是无论你从董建华 梁振英还是林郑月娥 这个几任党首 他们都是完全对北京扶手贴耳 完全是按照北京的意志来统治香港人民 他们从来没代表过香港人民 所以说港人之港成了一句空话 第二个就是管理香港的中共的管理 他们本来是到香港来履行国防和外交职责的 但是现在管理香港的中联办的主任 王志明也好 现在来的洛惠年也好 也都是严重的干扰了香港当地的生活 他们对香港现在执行的议会制度也好 民众的自由上街的权利也好 民众的对政府抗议的这个机会的权利也好 他们是反复的打压派出那么多恶警 打死打伤了那么多人 所以说这个钟世元的第二个担心也实现了 第三个也就是钟世元讲的 未来的国家领导人是左派要统一香港人民的意识形态 要把香港染红 要把香港变成跟大陆一样的这个教育文化 那怎么办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中共现在就是强行要在香港推行的 他这个所谓爱党爱国的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 把香港完全演变成中共的一个城市 把香港的未来的年轻人 他的意识形态要统一到共产党的这个意识形态里面中拒 所以说钟世元的三个担心现在不全部实现了吗 也就是说香港当时不是没有精英想到过这一步 问题是你再怎么想 邓小平是花言巧语欺骗了你 最终二十多年以后香港就沦落到今天这个状态 习近平现在不惜毁掉香港 他就已经根本不考虑香港曾经是中国多么重要的一个贸易口岸 香港给中国创造了大量的外汇 香港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外资 如果毁掉香港可能这些外资就没有了 可能毁掉香港以后 美国和西方国家给香港的特殊关注地位没有以后 香港的经济就崩溃了 习近平不管你崩不崩溃 崩溃就崩溃 习近平这次推行的这个国安法 这个国安法就是对香港人 对香港人完全按照大陆人的治理方式一样 甚至跟大陆的新疆人一样 首先是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嘛 设立国安机构 国安就是秘密警察嘛 也就是秘密警察 在香港可以随意的抓人随意的立案嘛 第二个也就是大陆的这些警察 可以大模大样的到香港去执法了嘛 那也就是香港的法治完全被破坏了嘛 第三个也就是香港人必须要接受中共强制的国安教育 他们也就是会给香港的所有学生给香港的市民洗脑 让你们强制接受中共的国安教育 第四个就是他们认定的疑犯 这个疑犯就是口袋罪嘛 任何一个人他们都可以认定你为是三天罪 分裂国家罪 寻衅知识罪 暴恐罪 也就是在他们的国安法下 任何一个香港人都可以给你套用到这一个罪行以后 然后最终是可以把你带到大陆里面去审判 关押在大陆服刑 他们完全这个国安法就是怎么这么去做的 那么国安法强行推了以后 香港民众不服气 必然不服气 中共反正香港已经毁了 而且当美国和西方各国 如果完全宣布对香港已经不再给它特殊关税地位 香港的这个金融贸易中心被毁掉 这个全球第三大的金融中心 东方制度被中共毁掉以后 毁掉就毁掉 中共就可以把香港宣布为直辖市 可以讲彭丽媛就可以当市委书记 林郑月娥当市长 港币就限期你们换成人民币 那时候就废除港币 也就是习近平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他的目的就是要毁掉香港 这个咱们中国人有这个心理啊 再美再艳丽的花 这个花长的那棵树 如果那个树不归我 这个树是人家的 那个越美丽越好的花 我就要拉手吹花 我就要把那个花摘掉 可以讲习近平的这个心理 习近平就要把香港这个开的最美最艳丽的这朵花 他就要把他摘掉他不信毁灭他 我得不到你们也别想拿到 这就是习近平现在的心理 可以讲整个对香港这个国安法的实施 余翁得利的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你可以看到去年在反送中运动中 新加坡这个总理李显龙 他是在旁边阴阳怪气 不断的去支持 不断的去支持中共怎么去镇压香港 他就希望通过中共对香港的打击 全球对香港都失去信心以后 最终本来放在亚洲的很多金融中心 就转到他新加坡来了 所以说李显龙这个人比谁都坏 他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在香港反送中过程中 和中共现在在对香港国安法出手打击的时候 他都是为中共支持叫好的 所以新加坡他在这时候 他是想捡个大便宜的 他是希望海外其他国家 都把金融中心从香港移出来以后 搬到他新加坡去 肯定是不会去台湾了 大家都知道台湾会发生 跟香港一模一样的情况 既然中共现在把香港强行的把它推行国安法 把香港已经强行的摧残以后 中共腾出手来就会去弄台湾 就会把台湾制造各种紧张空气 所以说海外投资香港的那些金融中心啊 那些资本家和海外的那些大量的金融资本 不会选择危险的地方去的 所以说到新加坡去的可能性很大 这样就给李显龙捡到了便宜 可以讲中共他这种恶劣的做法 有很多聪明的人是看得到的 那么李显龙他是抓住 对他自己新加坡有利的商机 然后他不断的鼓动其他的公司 都搬到他新加坡来 而香港虽然有很多清醒人士 包括我刚才讲的钟石原 钟石原作为一个高级官员 他跟邓小平谈 他是谈香港这些经营们他们的担心 而李嘉诚呢李嘉诚可以讲 他用他的实际行动 来证明了他自己一切判断都是正确的 可以讲李嘉诚到中国来的最早 赚的最多跑的也是最快 因为李嘉诚跟邓小平 跟习近平都打交道多年 他非常清楚 习近平虽然是小学文化 但人家小学文化 人家习近平算数学的好啊 可以讲在全世界的符号中 只有李嘉诚一个人知道 习近平的算数学的是最好 习近平的算数就是 2020-1997就等于50 所以说邓小平讲的50年不变 李嘉诚在他算到了 到2020年50就到了 因为习近平的这个算数 他就这么算的 2020-1997就等于50 所以说李嘉诚老早就跑了 因此你可以看看 李嘉诚的聪明 就是在于李嘉诚 对邓小平 对习近平的心态了如指掌 这才是人家李嘉诚 能够及早的把自己的资本 从中国大陆撤出来 然后你习近平等你把香港毁掉的时候 李嘉诚已经没有什么损失 像李嘉诚这样的商人 在中国的商人中是没有几个的 那马云王健林 从他们跟人家李嘉诚的这个智商比差得远了去了 那么习近平他要打击香港 他毁灭香港又跟对抗美国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都很清楚啊 香港是因为它有一国两制的这个制度设计 也就是说美国在支持香港 在有出台了香港民主人权法案之后 香港人民因为有一国两制的制度 所以说香港本身就在对抗中央政府 那么在美国要打击中共的这个同时 香港特别容易被中共理解为 是成为一个反共的桥头堡 包括台湾也是 也就是香港和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 他们很可能是集结海外的所有的反共人士 最终把香港演变成一个反共的桥头堡 而且香港民众现在是几十万人每周都上街 那么也就是这些香港已经有极大的民意基础 这些香港民众他们反抗中共以后 既有香港本地民众的民意基础 又有海外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 所以中共就认为香港一定是成为一个反共的桥头堡 要在美国对中共开展强烈打击之前 要先毁掉这个香港 中共要破坏掉所谓的这个桥头堡 中共它就是强行的推行这个国安法以后 把香港的一国两制把它毁灭掉 让香港人已经没有司法保护 你可以继续上街了 你继续有言论自由了 因为国安法通过以后 任何一个港人他们就可以随时就抓捕你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把香港把它强行的控制以后毁灭掉香港 他们毁灭完香港 他们就准备弄台湾 香港和台湾他们是同病相连 他们完全是卵生兄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把香港强行霸占以后 中共就认为你看我们霸王硬上公成功了 香港现在老实了啊 富人跑掉了啊 那些你不愿意待在这你就走 把你的资金带走 那些蹭下来的绝大部分的那些港民 这七百多万香港人 大部分人只能沦落为中共的奴隶 中共它霸占了香港 对香港强行推行了国安法以后 它就会对台湾去实施它这个什么反分裂法 然后它对台湾找一个借口 就会采取武统的政策 习近平他这个250他一定会这样做的 他脑子就那么多 他已经到了就是吧 宁愿去死 他死之前拉着你们垫背 先拜台湾 香港拉着去垫背 习近平现在就这种想法 因为美国中美一战 中美他们之间爆发大的这种抗争 甚至是敌对的战争 这是很难免了 在这个之前 习近平他攘外先安慰 先拜香港台湾收拾了 这就是习近平他现在的想法 对于习近平的这种想法 对于习近平已经把一国两制 把他演变成一国一制 美国看得很清楚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他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 他就明确就说 中共通过的这个香港国安法 美国会做出强烈的反应的 因为香港的自贸地位 除了被取消之外 我们的工具箱里面 还有很多工具可以对付中共的 除了美国之外 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 会和我们一起联手 对中共进行制裁 今天,中国的力量 推出了一条 国家安全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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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 happens 我们会遇到这件事 非常非常弱 我们听到 如果那是正确的 如果那是正确的 中国会被遇到 非常弱的 什么意思? 我是不是在中国的 中国海 Jonathan 它是什么意思 what it mean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greed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back in 1997 that for 50 years after the turnover of Hong Kong to China tha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ould enjoy a capitalist system and their way of life that encompasses the rule of law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religion freedom of protest all the things we enjoy in a democracy we would have to look over whether those concessions could continue to be made and then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ools that we have in the toolkit to deal with china if they engage in the the viola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e'll take a look at what happens we hope the chinese don't go forward with this blatant attempt to take away the way of life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f they do i'm sure there'll be a strong respons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om others and there there are lots of tools to to uh to express our displeasure to the chinese we're going to watch that very closely it sounds like it's one country in one system we're headed in that direction at this point this is a new poll that just came out from fox tonight asking for the election of the election 奥布莱恩他已经完全认定香港目前来讲就是一国一制 根本就没有什么一国两制了 所以说中共在这次对香港要实施所谓国安法之后 美国和欧盟都发表了官方声明 敦促呢中共一定要信守维持香港一国两制的这个国际义务 敦促中共一定要考虑 你如果质疑这样做 你要考虑后果 但是呢仅仅是美国他的措辞很强烈 美国国会也好总统也好 美国的国务卿也好 都发表了措辞强烈的这个抗议 而欧盟呢欧盟虽然是抗议这个抗议呢是不疼不痒 他说什么 你们中国呢要搞推行的你们的法律 你们要通过一个法律呢也可以 你们要遵求一下人民的意见 然后大家投个票 然后大家看看这个法律能不能有绝大多数人在大家能够商量好的范围来搞 他的意思就是强奸犯你强奸的时候 你动作温柔一点 你可以坚 但是呢你别把动作幅度做得那么大 这就是欧盟发表这个声明 可以讲叫不疼不痒 但是不管怎么样 欧盟好歹还发过一个声明呢 作为跟中国签订当年中英香港联合声明的另外一方 英国 英国到现在一句话不讲 英国这个首相约翰逊从他救任英国首相 无论是当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还是现在的国安法 约翰英就跟重新死了一样 他一句话没讲 他始终不表态 倒是人家英国当时的历史见证人 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 彭定康发表了措辞强烈的这个抗议 彭定康就说 西方应该完全停止追逐虚幻的中国的金矿 我们不应该再被愚弄 别以为向中国磕头以后会有一大关黄金等着你们 他说英国对香港负有道德经济和法律的责任 应该为香港挺上二出 这就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他的担当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 作为他亲手把香港交还给中共之后 然后中共没有兑现中英香港声明 在这二十多年以后就把香港完全毁坏以后 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 作为香港当年最后一任港督 他有义务也有担当的站出来 大声的指责中共 而约翰逊就跟死了一样 这时候估计约翰逊肺炎好了 脑炎没好 他这个人即使是不死 他也不会为香港人民仗义之言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国际政坛 我们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美国是已经一再出台他自己的各种条款制裁中共 美国最新通过国务院发表的对中共对华策略的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主要呢 还是前几个月前就开始写的 所以说呢 这个报告里面的内容很少涉及到这个疫情 也更没有涉及到香港的国安法 但是呢 蓬佩奥呢 他是中心局局长出身的国务卿 他很了解美国的情报的水平 通过美国的情报机构 蓬佩奥已经完全掌握到 中共将在这次两会上会推行一个对香港极为不利的 很严苛的一个国安法 因此蓬佩奥就一再表示 他对香港民主人权法案 就是去年这个国会已经通过 川普总统已经签署的这个香港民主人权法案 一年一审对香港的这些制裁 他说要把这些制裁的这个措施放在中共两会结束之后 因为蓬佩奥知道在两会上面 中共会心推香港的各种国安法案 那么蓬佩奥会对整个香港国安法案的出台和里面所有涉及到的责任人 要最终要对他们有一个明确的个人制裁 这就是呢蓬佩奥他拖延了一下美国宣布涉及香港的各级官员制裁的这个名单 会在这个两会之后把它拿出来 这是美国对香港落实香港民主人权法案 他具体的一个措施 同时呢美国商务部在昨天已经宣布了 对中国33家企业和个人对他们进行制裁 这些企业他们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以后 任何其他公司只要涉及你使用美国的产品 使用美国的软件和硬件 任何公司都不可以跟这33家公司发生任何经济业务往来 如果你违反的话你会受到美国严厉的制裁 在这个被制裁的公司里面有很多 其中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中国的一家流氓公司叫齐虎360 这个齐虎360已经被美国商务部宣布 它是不可以使用美国技术的公司 那么按照这样的话 这个齐虎360很快就会破产 因为可以讲别说是其他国家进口的各种技术 会跟他齐虎360合作 就包括中国国产的联想 联想都不能卖任何服务器给他齐虎360了 而作为搜索引擎 服务器和硬盘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没有美国技术 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啊 在没有美国软硬件技术支持下的服务器和硬盘 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根本就是不可能能够有这样的技术 来支持你齐虎360 你的搜索引擎还能够继续搜索的 所以说这个美国商务部的这个规定 一旦生效之后 齐虎360可以讲它都撑不了个把约 这个大流氓周洪伟 它只可能是街头给人家摆摊算命去了 它根本就没有条件把它这个齐虎360 继续在互联网上耍流氓 硬性给人家去安装各种杀毒软件 然后把人家捆绑到他的那个公司里面去了 所以说这是美国它出台的一系列的动作 那么美国这一系列动作都是针对中共 要对中共进行打击的 但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内斗啊 两党之间互相争啊 因为大家都要竞选今年的大选 但是你竞选大选你公平竞争 你让人民投票你让人民选举就行了 但是不是的民主党现在堕落的坏的很 我可以讲民主党就演变成美国的共产党 如果现在不挽救美国 可以讲美国继续滑坡继续堕落下去 若改年之后最后美国就演变成中共 最后美国它的民主党就会演变成 像中共统治下的一个美国 在美国也会推行像中共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 你看希拉里有一段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她在这个媒体里面她就公然的对中共喊话 她就要求中共来干涉美国的大选 她说俄罗斯明显是支持共和党的 那么既然你俄罗斯能支持共和党 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支持我们呢 你俄国可以支持共和党 那么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可以支持我们民主党 如果中国你听到我讲的这段话 你们想办法搞到川普的报税记录 那么我们的媒体就会重重的赏赐你们 You know, the only other adversary of ours who's anywhere near as good as the Russians is China So, why should Russia have all the fun? And since Russia is clearly backing Republicans why don't we ask China to back us? I hereby tonight, ask China That's right, and not only that, China if you're listening, why don't you get Trump's tax returns? I'm sure our media would richly reward you 也就是希拉里公开通过他的新闻采访 来向中共喊话,要求中共去弄川普啊 去弄川普的报税记录啊 要求中国共产党来支持他们民主党 他把民主党的命运跟中国共产党捆绑 这就是希拉里呢 也就是民主党这些知名的领先的民主党的人物 他们做的就是这样勾结中国共产党的事 他们一直去陷害人家川普通俄门啊通乌克兰嘛 最终查来查去乌克兰们通俄门跟人家川普就子虚无有 但是这个通俄门通乌克兰们倒是通出了拜登通乌克兰 所以说最近俄罗斯通讯社就爆出了拜登前副总统拜登 在他自己还在担任美国副总统这个职位的时候 他跟乌克兰总统的勾结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做了一个最新的报道 就是近日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叫安德烈杰尔卡奇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面公布了一段录音 这个录音里面就显示了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向乌克兰前总统波罗森克 向他承诺他愿意给乌克兰十亿美金 但是给十亿美金的前提也就是乌克兰这个总统 你必须解除你们国家现在这个总检察长的职务 总总检察长名字叫尤金 因为尤金正在调查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跟乌克兰公司的一个罪恶的腐败勾当 然后乌克兰112电视台当天也公布了记者招待会上的这段视频 杰尔卡奇在现场说 这段录音恰恰证明了美国和乌克兰的政治家里面一起参与贪腐的事实 这个录音呢一共分为两段 第一段录音里面你可以听到就是当时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克里 他要求时任的乌克兰总统波罗森格解决替换萧金的问题 因为当时这个时任总检察长的萧金正在调查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他所任职的乌克兰石油天安器公司里面的非法腐败活动 那么在第二段录音里面就可以明确的显示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讲话 拜登的讲话就直接告诉乌克兰的这个总统 就说在你们已经任命了新的总检察长的情况下 那我会跟你们签署一个十亿美金的备忘录 也就是他要求你任命新的总检察长 紧接着乌克兰这个总统波罗森格就说 他打算让他自己女儿的教父叫做尤里卢索克来担任乌克兰的总检察长 那么通过这个尤里卢索克来替换萧金的总检察长职务 然后接触拜登儿子被调查的这一段经历 同时能得到拜登承诺的美国给予乌克兰的十亿美金的援助 所以说这段录音播放完了以后 乌克兰现在这个议员杰尔卡奇他就强调 目前他已经把这个长达数小时的这个录音 连同各种犯罪刑事记录 已经交给了乌克兰现在的总检察院的办公室 要求检察机关对他给出的录音给予认证的彻底的调查 在目前可以讲是美国大选的最关键时候 这个录音的最新推出就完全能够证实 美国民主党的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他所有的贪腐的事实 他跟乌克兰勾结的事实也就是更好的能洗刷川普 根本就没有什么通俄门通乌克兰门 而仅仅是拜登他反而勾结了乌克兰勾结了中共 为他儿子的腐败然后进行背书 所以说像拜登这么无耻的政客 他怎么能够被美国人民选举为新的总统呢?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国际社会一定会重视这段录音 然后调查出一个政治腐败案件 通过这个政治腐败案件 让美国人民更加清醒的认识了 他们应该选拔谁来担任美国的国家领导人 然后能够勇敢的挑起摧毁共产主义的大旗 消除美国现在的痛苦 解决好这场瘟疫给美国人带来的经济上的创伤 同时严厉的制裁中共 最终把这个给全世界制造瘟疫制造病毒的这个中国共产党 把他送到历史的坟墓里面去 彻底的解放被中国共产党压榨的14亿人民 让中国人民获得一个自由民主和解放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